把資料查詢出來 那再來的話當然啦 其實有同學蠻不錯的就是說 除了用篩選的方法之外 也會用之前常用到的樞紐分析表 不過樞紐分析表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能要插入一欄 但是這一欄的話呢 如果你只有取那個數字 如果你只有取前面那個字的話 好像只能統計出開頭 你不能統計出包含 所謂的包含是說 它的位置不一定是在最前面 可能是在中間 可能在尾巴 那這個可能就是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篩選的部分先停掉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做一個統計圖表 我就是可以在這邊怎麼樣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統計關鍵字 也許就是統計那個數量的關鍵字 就是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你把這個關鍵字打上去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這個沒辦法向下填滿 我試過 因為它沒有這個1到10的清單 那你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1到10 那接下來就把數量填上去啦 不過剛剛的做法就是 你就查一下這個乘語 如果1的話呢 總共是74-1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統計這邊可能就要自己填上 73 然後2的話呢 那就看一下兩個 你就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那3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填上去 13減掉1 那就12 OK 但是啦你會覺得說 好像10個倒也還好 可是呢 如果你的關鍵字要查的數量更多的話 我相信你可能就會想說 老師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可以呢 不要再塗法煉鋼 雖然已經比 人工作業快了啦 但是還是感覺不夠快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建立一個統計圖表 能夠加快速度的話 跟各位講 接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用上個禮拜講過的一個函數 叫counterif counterif的話 其實是 可以幫我統計喔 OK好了 我不要用舔的喔 OK 我用方法2好了 那方法2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 記得先產生一個 新的表格 那這個表格的話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上去喔 然後這個 藍的名稱叫關鍵字 然後 B藍的話是 數量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框線 把它畫上去 框線的話在這邊 把它取所有框線 好了 就這樣子一個表格 但如果你要 更漂亮一點的話 也許你就是 把它變成這樣 關鍵字 數量 底色 這個不加沒關係啦 只是讓它漂亮一點 OK 那數量的話呢 我們剛剛有查了 你可以填過來 但是 速度很慢 所以我們可以用方法2 哪個方法 就是上個禮拜有講到的一個函數 叫 Count Count的話呢 它的 位置是在插入 的類別裡面統計 統計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 康以弗 康以弗 在這裡 有沒有 康以弗 好按確定 那上個禮拜有做過嘛 康以弗之前的話呢 必須要給Range Range是什麼 Range就是這個 成語 所以呢 我們在用康以弗之前 我乾脆 先把這邊 第一名稱好了 我們順便 複習一下 如果你要把這個 底下的範圍變成成 成語喔 那我們很簡單喔 先把這兩個字 複習一下 取消 然後再把底下的範圍 全選 全選最快就是 把優標放A2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 選到底之後呢 把目前你選取的這個範圍 從A2一直選到底喔 的名稱 變成叫做成語 有沒有 所以你就 把 名稱放上去Enter就可以了 好啊 這樣的話呢 底下這個範圍 就叫做成語 OK 應該上個禮拜有做過 應該有印象喔 1跟黑面三篩選一模一樣 2的話呢 切到這邊之後 插入函數 用統計類裡面的conif 那conif的話呢 意思是說 我一樣呢 去找 F3 就是 幫我找一下成語裡面 條件的話呢 有沒有1 不過你會發現喔 你怎麼找一定都是沒有的 所以按確定啦 當然有沒有1 有沒有2 有沒有1 1到10 全部都0 為什麼呢 其實喔 道理應該可以 了解 就是說 如果你用conif的話 它這個條件有沒有 它是把 這一個 跟 一整個做比較喔 而不是 比部分喔 有沒有 所以你比的話一定是比1 有沒有一個成語叫1 當然沒有啊 那有沒有一個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類似 像那個什麼 包含 就是不管前面的字是什麼 不管後面的字 只要有這個1就OK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我必須 跟他講說我前面開頭 不管有沒有字 或者是什麼字 啊你什麼敘述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在前面串接一個雙引號 加一個and 也就是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字啦 什麼字 就是等於星號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等於 加一個星號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意思是說 不管開頭是什麼 OK 串一個 等於星號在前面 然後的話 尾巴 也要加 也就是說 反正你中間只要這個 1 就幫我算喔 尾巴也要串 所以串是and and一個雙引號 中間加一個星號 這樣就OK了 那你會發現後面就會有一個 他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反正說等於 就是這個 成語裡面喔 只要呢 他的 開頭 是 星號就萬用字元啦 意思是不管什麼字 那當然有包含 沒有字的意思 也就是反正不管 就是有點像剛剛的 包含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數量呢 就會剛好是 73 73不是剛剛 剛剛我們 做完的結果 然後我們是 自己看然後填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會用conif的話 哇那這個就簡單了 馬上就可以 幫我算完了 按確定 那底下的話呢 就不用重做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剛剛好像數量都對吧 兩個啊 12格有沒有 7格 馬上呢 就會有一個結果出現了 那這樣應該就有比剛剛還更快了 剛剛篩選必須 把它貼過來之後 然後ctrl向下 74 減1嘛 因為藍二名稱要扣掉 把它填過來 變73 那2的話呢 也是一樣 3減1 那就變2 那這個應該也都沒錯啦 13減1 那應該就12 對應該底下就不做啦 OK好 所以喔如果這樣比較之下 假設你今天有大量的 關鍵字 要算出 數量的話 這一個 counter一符號 有沒有 就會是首選的 但是跟上個禮拜 黑名單篩選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喔 你必須前面再加上什麼 等於星號的一個文字 所以要用and的符號把它串在 中間 有沒有OK 那尾巴的話 一樣要串一個什麼 and的星號 OK好 這樣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是希望 幫我畫個圖表 之前應該大家都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嘛 可是如果你假設不是樞紐分析圖的話 其實到底一樣嘛 你就是在插入什麼 這邊不是有一個統計 插入這邊不是個圖嗎 他有建議圖啦 也有什麼 那我們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表格 繪製成一個直條圖算 我們用那個 這個 你用直條圖就好了 然後把它繪製成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乘語的那個 直條圖 數量直條圖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把它拉到這邊來 你就會馬上可以看到 喔 這樣一下子就有1到10的統計圖表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要 忽顯說數量的排序的話 你也可以把優標放在 B2上面 還有B1上面 然後資料不是有個排序嗎 我想要知道 請你 告訴我 在乘語裡面 這個1到10 到底 哪一個是最多的 第2個是誰 第3個 那你可以 優標放 B1 然後資料裡面的 Z到A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Z到A排序完之後 答案就出來了 第1名的話是1 第2名是3 為什麼是3 3人成果 他還蠻愛用3的 好像一定要講3次 為什麼不講4次 OK 3的話就 表示重 就是多的 OK 那再來就8 為什麼是8 OK 而且你會發現 台灣人很喜歡用8 好像把它取諧音 跟8有關係 因為大家很愛賺錢 一定要8 OK 然後再來就9 再來就10 那最差的就是6 跟2 為什麼 6跟2 這個大家都很討厭 好啦 反正這個我們 不去深究 細節部分 請各位 自己在了解 OK好吧 重點再回顧 1請你先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2的話呢 這邊這個要自己填 這個要自己打上去的 這個 在這個地方加一個 插入一個 conv的一個公式 之前 先建立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要成語 這個成語要先定義 定義的方式是把 成語下方 A2選到底 然後把它 這個上方的名稱叫成語 Enter OK 其他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好